我们今天来到了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櫻花社区 坑屋的一起来跟着我的脚步 看看华盛顿社区的櫻花究竟怎么样吧 走着 你看这里只能车来 所有地方都是不能停车的 等一会儿看一下有没有地方可以停 旁边就是普通人们住家的一些房子 生活在这个社区简直绝了 刚好是櫻花盛开的时候 给大家拉一个长江 这样的长江 来到这里小伙伴请注意 所有地方都是不能停车的 只能开车 如果你不是住这里的话 但这个景简直是开一开绝了 太美丽了 樱花小公园 这个公园是陈设在樱花环绕之下 从来没见到这种 比华盛顿DC的樱花都还漂亮 大家有机会的话 一定来这里 别去华盛顿 人又多 又没这个漂亮 谁知道这里房价是多少钱 一套大概 我猜可能200万到300万美金一套吧 你们觉得呢 我这个起码不止300万 500万 太大了 是吧 你看这个房子都是这种 可能上百年的房子的造型 全是砖瓦房 再加上这么好的社区 又在华盛顿DC附近 房子也好 肯定值钱 太美了 太美了 哇 这些地方 有朝一日 我什么时候能住在这么漂亮的房子 一片片白茫茫的 樱花 好漂亮啊 我刚才查一下这里房价 差不多300多万 400万里套 和我猜的差不多 但说实话 你按中国的房价来比 这个相当于北京的朝阳区 或者海淀区这种感觉 因为刚好是在DC附近 有这么大一套房子 2000万我觉得是算便宜的了 当时我听别人说 有樱花社区的时候 我以为就是很小的 就会这里面 差不多10多个block 全都是这种 还是挺大的 值得一来 好了好了 我们这期华盛顿樱花社区 就到这里了 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